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Obsidian的外挂 它的名称叫做TAPS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Obsidian的面板形成的方式 组合成是一个分叶式的布局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在Obsidian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的面板的布局的形式 首先就是系统预设的拖拉式的布局 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安装了Andesmo的这一个外挂的话 我们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滑动式的一个面板的布局 或者我们安装了最新的这个TAPS外挂 我们就可以形成了分叶式的布局 以下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这三种不同的分叶布局的方式 是怎么操作 还有它的一些运作上的一些重点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系统预设的面板布局 我们要开启一篇新的笔记 就是在我们的档案浏览器这边先点击一下 它就会开启了一个笔记的面板出现 如果我们要再开第二个面板出来 就需要按下Ctrl 然后再Click 它就会开启第二个面板 再开启另外一个Ctrl按着再按Click 它就会分别开了这三个面板的笔记出来 这三个面板其实它们都是共用同一个开启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按这个王左往右 这三个面板其实是使用了同一份的历史的记录 比如说我按往左 它就从2跳到1 再按往左 它又跳到了我们第一篇这个34的这一篇 再按往左 它又回到了原先的这个2 因此它这个就是共用了三个历史 同一个历史但是是开了这三个档案 那是共用了一份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这个是系统预设的 系统预设它可以很方便的 让我们把这个不同的面板可以去做拖拉 我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样式 比如说我再把它拖到左边来变成垂直的 它有不同的样式 同时在这个面板中间 我也可以很自由的去放大缩小 这个是系统预设的面板 它的问题会是在当我们开启了很多个笔记的时候 经常就会找不到到底你开启过的那个笔记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34 假设我是点击了这个A这个档案的话 它其实在这个面板里面 把这个34给用这个A给覆盖掉了 因此我们在同样的这个画面里面 有的是直接取代了面板的 有的是开新的面板的 当你开启的面板越来越多 或是开启过的档案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很难找到你 你的这个很明确的可以找到你当初 已经在要编辑的这个面板 这个是系统预设面板的一个缺点 接着我们来介绍Andy的模式 只要我们在外挂里面启用了这个Andy模式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滑动式的面板的布局 我们首先先来开一篇笔记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标签 页签的这个标题就变成是垂直式的了 我们再按Control 再开另外的几个档案出来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 就是你目前在编辑中的这一篇笔记 会占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其他的笔记就会被堆叠在旁边 有左边的堆叠 也会出现右边的堆叠 因此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 就会用滑动式的方法来编辑 这个就是Andy的模式 最后我们再介绍TAPS 外挂形成了分页式的面板布局 首先我们先开启第一个档 然后我们再Control Click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档出来 你可以看到它会在我们编辑区的上方 形成了几个页签出来 我们点击的每一个页签 它就会呈现出那个页签对应的笔记内容出现 这个就是分页式的方法来呈现的一个布局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所有开启过的档案 都可以在编辑区的最上面都可以直接找到 因此我们不会在开启的很多个历史记录里面 会有一个迷失的感觉 而是会很快的可以找到 我们要用重新要再来编辑的这一个笔记 虽然TAPS外挂的分页式布局 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找到要编辑的笔记 但是它目前有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缺点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呈现出并排的模式的话 它的操作会稍微有一点复杂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左边是呈现了编辑的状态 右边是显示它的预览的页面 这样的情况它的操作就是需要下面的这几个步骤 这几个步骤其实有一些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Obsidian它的所是即所得的编辑模式 希望它能够早日的推出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编辑区里面直接就看到 输入内容的预览的状况 这样就不用开启左边右边两个不同的面板 来看这个结果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side by side 也就是这个并排的操作要怎么来操作 首先我们就开启了一篇笔记以后 我们必须再点击右上角更多选项里面的水平分割 这个水平分割它就会自动把我们目前编辑中的这一篇笔记 在它的右侧形成另外一个新的页面出来 新的一个面板 比如说我们在左边这边目前是 我们就进入编辑好了 我们左边是进入编辑 右边我们就让它是呈现这个预览的模式 目前这样子的状态 两边的面板是没有连结的 因此我左边这边的卷动 你可以看到右边并没有跟着卷动 因此我们还要在更多选项里面 再做一个连结面板的动作 点击了连结面板以后 再移动到另外一方再点击一下 然后这个连结的符号才会变成是红色的 表示说我现在左边跟右边已经连结起来了 因此它们就可以联动的一个操作 因此它的卷动才会是有同步的效果 因此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其实就是按这个用这个水平分割 这个水平分割就在这个 TAPS的状态里面 它就变成是我们需要切出另外一个面板的时候 使用的这个选项 跟我们平常定义的这个水平分割就不一样 所以要记得就是如果你要形成这样的效果的话 你必须在这个面板的选项里面 Obsidian TAPS的选项里面 记得它这边有一个Proper Horizontal Spritz 这个功能你不要启用 你启用了以后到时候你的水平分割 就会是正常一般的水平分割 目前TAPS是把这个水平分割 来让我们切出另外一个独立的面板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并排的结果 并排的结果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它的大小跟系统预设的垂直分布 是不一样 它没有办法变更大小 因此这个左边右边都是各占1 2分的一个大小 所以没有办法来做 这个区域的变更 然后我们现在 假设我目前在这个左边编辑区里面 我按下CTRL跟CLICK 来开启别的笔记 CTRL-1 CTR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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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它其实开出来的这些面板 都变成是垂直式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按下这个左边的这个图示 然后把它拖到左边来 然后变成是垂直的方法 然后再放开 它就会形成了叶迁 形成分叶式的一个呈现的方法 我们这个2也把它移过来 好 这个3也一样移过来 要变成是垂直的形式才可以 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 我们就在我的左边右边 这边左侧就形成了是分叶式的 那右侧 其实也是可以是分叶式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启这个 我们现在移动过来 然后我点击这个A 好 那A现在是垂直式的 那我可以把它按着把它拖到 我们这一个 刚刚右侧的这一个 预览的34的这一篇里面 那这样子它的右侧也形成了一个 分叶式的一个布局了 所以我们这左右两侧就可以是 独立的两个面板 两个面板可以有各自的不同的叶迁 那这个就是它并排的操作的方法 最后我们的所有的浏览的历史 其实是所有开启的笔记 都是共用同一个历史 那假如我们希望不同的面板 比如说我开了这个34 它这个面板有它自己的移动的历史的话 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启用另外一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它的名称就叫做Pen Relief 就是我们在第三方外挂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必须要安装并且启用Pen Relief 这个外挂以后 我们的所有的不同的这个面板 它就会具备有自己独立的所有的浏览的历史 那希望今天的讲解 能为有需要使用到分叶式布局的朋友 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